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undown,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ickbox,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在Apple Podcast帮我们留言哦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聊 那个11月22号礼拜六在凯道的秋豆大游行 秋豆,秋豆,那两个字 就是秋天的秋 豆嘞,豆子的豆 不好笑,可快,可快救我,可快救我 好,这个斗争的斗 斗争的斗 对,秋天的斗争 就是经常就很日系 你不觉得 然后很派,很呛 很凶 很凶 对 但我觉得这个名称本身 就是原本它的名称的由来 就是跟日本的一些公民运动致敬啦 因为日本我记得是有类似叫春豆 或者是什么 那种抗争 然后我们就是秋豆 对 春秋不一样 对 学习他们的这个表现 我也是今年就是第一次听到 这样会不会显得我真的是很具外人 没关系,这是人设嘛 人设 人设如此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今年就是秋豆大友情突然 大量的在媒体露出 可能过去也有 但是没有这么主流的被报道 应该说 这几年其实沉寂了好一阵子 然后今年 就是上周末这次的秋豆 算是难得又重新回到这个 呃 主流媒体啊 或各家媒体的关注 我插个嘴好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在那新闻媒体界工作 然后觉得最近就是新闻 真的是太少了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 因为美国大选嘛 然后国内也没什么大事 然后杯葛又一直 一直持续 然后导致就是大家的没什么题目 没什么关注 然后我想说 是不是就是因为没题目就发现 诶 有秋豆 然后就赶快冲去做题目 去逗一下 对啊 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个 秋豆其实本来 就好几年了 那其实真的最早去算的话 可能就可以算有30年有 嗯很惊人耶 那其实真的要 他主要每一年几乎都会办 然后都是跟一些 广义的劳工议题啊 社会运动的议题有关 所以其实不管在谁执政的时候 他都会办 那 他们去年没办 去年没办 嗯 那 办你是不是有整理 这五年办的那个 你说主题吗 主题 我先讲一下去年没有办的原因 哦 蛮好玩的 哦有什么秘性 我先想一下我的Source 是wikipedia 哈哈哈 就是他说什么内部有奇异 所以就没有停办 对对有不懂意见 里面有什么故事 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选前的关系 因为2020要总统大选 嗯 那时候因为都是年底办 嗯 所以你可以想年底 就去年的 太多事情要发生了 去年的11月底 如果办 哇哇 那个对于选举的那个影响啊 不管各方面其实都很大 所以 因为这秋豆皮本来就是各个不同的 呃 老公团体 供应团体 还有一些 各种NGO 他们可能会 有一个平台 他们一起会 协调说 那今年要办什么主题啊 用谁 哪一个单位负责什么样的 的活动细节 谁负责协调等等 然后一起搭起来的一个平台 所以 你可以想到这东西要建立公司 非常困难 那2019 在那时候快选举 又是总统大选 那时候 各种因素 所以大家都会很激烈 所以 很难办啦 要怎样瞧出一个主题 又不会好像被某些政党收买 但是又不会 那个 没有力道 然后要怎么这样 刚刚好 很难瞧出来 嗯 对 可是其实你讲到主题 其实我自己就想说 就看一下过去这几年来 他们的主题有哪些 为什么今年的主题 好像特别被媒体关心 嗯 好了 我们就抓个五年 从五年 2015年 他说 揭穿右派假进步 左翼奋起要争权 其实你知道这句话 就是讲过去之后 我就 什么 真的吗 你看 他倒对耶 你看 右派假进步 然后左翼 争奋起要争权 我觉得他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具体的 就是 时事的关键字 比如说最近就反萊猪 就是你就会很 很具体的 爆雷了 不知道等一下还要讲 没有 我一直说这样 然后可能2016年就是 人民要正义 戳破假转型 就 可能讲转型正义嘛 可是转型正义也是一个长的 长的议题 就是 你知道媒体不是都说要跟着时宜性吗 你现在夯什么 你讲什么 要抓关键字 对 但是他这种就是他都是拉一些可能长期的劳工议题 或是长期的政治社会 所以偏要抽象 对 一般人就看不懂 我不知道要干嘛啦 对 比较没有那种媒体的 下标的那个 然后17年是 政府极右强压迫 人民觉醒拼生存 那不是跟2015有点像吗 哦 就是又老梗 对就是又老梗 然后 好把它念完好了 然后18年 拒绝权贵新党国 征回庶民生存权 哦 所以你这样听下来 你不觉得就是说 就是其实同一套 对 它是一个 一个一个同样的concept 然后只是用不同的文字游戏去 排列组合 去排列组合 然后19年你说挺办嘛 嗯 那2020咧 主题是什么 哦 我有看到今年主题 我觉得哦 难怪今年会 比较受关注 比较白话 反毒株 反双标 反党国 先撇开后面两个 我可能比较不懂好了 可是光光是反毒株这件事情 其实就可以吸引蛮多 就是最近非常关心 台湾食安问题的人 很多就是进口 美猪美牛 因为它就是一个具体的 政治的事件 或者是新闻的事实 嗯 所以这 所以这次的题目 其实确实 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反毒株 当然我们刚刚就好像范讲了 就是 哦 一般人比较好看得懂 哦 所以你们是要反毒株哦 那我懂了 有什么反 什么反右翼啊 反这个什么压迫 很抽象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没马引起共鸣 那 但是呢 这次他们还有提到就是什么 像后面的反双标 还有反党国 这其实就还有 甚至还有在这次的主题中 也引起非常多参 就是很多关注 还有参与讨论的就是 反中天官台 哦 哎 可是蔡明有趣呢 蔡明有趣啊 你看 所以这个也很奉承的说 这个等一下后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想啦 就是 因为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公运系统 而组成每一年举办的一个团体 你可以从前几年的诉求 也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今年等于是说 因为这个主题的关系 所以 还有中天的事件 所以吸引了很多 根本没有在关心工运 劳工运动 这个脉络的人 也许是参加 当然我们往正面的方向 想要说 哎呦 很多人也开始学着要走上街头 表达不同的意见 跟政府喊声喊话 这是好事 但是其实他们真的有在关心 这些活动的主要 真正背后的诉求嘛 他们要是劳工运动 好像 没有耶 就是很多人 像蔡明 蔡明所领导的中天望中期中 他们其实是被罚最多 这个老捡 然后受罚的媒体呢 然后结果竟然是他 跟这些其他人一起走上街头说 哇这个我们要抗议 对政府抗议 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我觉得是这次的主题设定 因为这次的主题设定 可能是 呃 反 反来猪 反毒猪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呃 现在绿营执政 然后他们下了这个政策 然后引起一些 民间的 一些声量的不满 然后好像这个主题下大家就觉得 哦你只要对政府的不满 你都可以上街 嗯 就最近发生什么事 只要是对政府不满 你就可以上街 当然是可以啦 没有不行 对 嗯 对 所以 这个东西让我想到 其实呢 呃 有个 算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 也许大家有听过他的名字 叫做 陈志小 那 他的这个成名代表作就是 南铁征收 南铁地下化的征收 总之是一个跟 土地征收有关的一个 抗议者 那 他是这次秋豆的一个 算是一个项目叫土地征营 相关的一个发言人 他其实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还有一个参加完活动的活动评论 我觉得其实 蛮有趣的 我帮他念一趴 好 他其实他有提到说 这今年的秋豆 真的就前几年 因为 民进党执政 就是去年又停办 然后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相对这些社会运动 又相对的 没有那么多人 但他提到今年秋豆的话 他的 他的估算是有破五万人的 那 人数确实 多很多 他可能觉得说 人都多了 但他没有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他没有开心 因为他们其实原本想说 他们现场 这次游行友来参加的政党 就带团来参加 是有中国国民党 跟台湾民众党 那他们的这个活动 土地争议相关的这些 这个 这个团体 他们其实原本想要组一个 特别行动小组 要干嘛 就是因为游行队友 就政党的游行队友 都会有一个 一个区块一块 他们原本想要去突袭他们 就等于要冲到他们那团里面 去画虾 去降他们嘛 对 结果后来就是 发现就是来参与的人太多 还想想算了算了 就没有 怕引起一些 没有这么做 对 那所以说 他们 这是在讲说 所谓反双标 反党国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 这位陈志晓 他在台上喊话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批评 现在执政的民主进步党 民进党政府而已 他也是批评中国国民党 在过去长期执政以来 其实对人权啊 对土地征收啊 对于各种社会 生意的忽视 那其实我 他就说他就 他在 他说他在喊话虾 在那种宣传车游行 对付中话虾 他只要是喊到就是说 蔡英文下台 民进党下台 然后呢 下面的群众就 跟着话 跟着喊 对 那但是他可能就是 如果去喊 那个 跟对国民党 有反抗意见的声音的时候 就被虚 对 所以 这个时候就会他 就最当然不值得高兴嘛 就是 他变成说 因为来参加这些人 有真的理解活动的诉求吗 哦 对 没有 这些是 可能因为有些 因为是政党倾向 政党诉求 而来的人 而不是真的 appreciate 真的 对这个活动有认同 我们应该要对政府抗议 然后我们应该要 让人民 也许 劳动有劳动权利 然后土地有一个土地正义的权利 发现来的不是这些人 甚至在对民众党的时候 他们有对台北市做了一些 不当的土地征收 一样话下说 啊 你们这个东西 你们也要去 这个 不要双标啊 要反双标 要请 柯文哲停止掠夺 社子岛 就是 社子岛是一个台北市征收一个 有 正义的地方 就一样被民众党 所以其实 明明他们才是主办单位 对 然后就被 来参加的政党 或是来参加的政党的支持者 嘘 明明 今天的诉求不就是这个吗 怎么我讲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这样子的活动 会不会有被 就是特定政党消费的嫌疑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要 看就是 消费是什么 比如说 也许比如对中国国民党而言 他可能可以想要营造一种感觉是 你看我中国国民党 领导了三万人 五万人的一个 符合民意 这个是 五万人都这样想的 你看你这个胡家虎 这些人站在我背后 你看你跟我一起话下 但是这个是 实的还是虚的 比如说 因为他们 他们所动员出来的人 是因为其他活动 也会被动员出来的 他可能今天如果是什么 挺韩国瑜 或是纯粹 另外独立一场 我们就反中天官台 说不定会有这么多人 但是他们来又跟 他们来其实理论上最好的情况是 他们真的能够跟这些 社会运动的这些草根参与者 他们能够结合 他们的政党的能量才会提高 但是没有他们来 只是证明的互相彼此并不相容而已 就是证明说 没有啊 主办单位办了这些活动需求 在那边画下 被你们虚 现在是怎样 对所以 其实他们就是来了以后 发现彼此是 原来我们确定我们不同国的 所以真的有 也许得到面子 嗯 但真的有得到理智嘛 就实际上会有人因此而开示 会有社运团体或社运的支持者 因而转向支持中国国民党吗 或是台湾民众党吗 我觉得还是很困难 对 他们他们的 嗯 就是那天现场 现场的状况 我们记者 其实我没有特拍记者在现场 对 有做了一个很brief的 对报道 没有几片 那其实哎 我讲这个就是 我们那边其实发了几片 然后我们没有想到有几 有一个照片的那个 很受欢迎 很受欢迎 有这样照片很受欢迎 哦 这我看到已经被很多人拿去做梗图了 就是那个 呃 中国国民党一位立委叫做 洪孟凯 嗯 我们看到那个照片 就是洪孟凯 举着一个布条 上面写着 台湾人的命也是命 哦 那我们一看 你可能 范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进入状况 还没感受到这个东西的吐槽点在那里 OK 对 就是中国国民党 因为长期以来就是 这个戒严时期 然后各种白色恐怖案件 各种政治犯 OKOK 这个我知道 大量的死刑等等的 然后杀了很多台湾人 228事件 白色恐怖 镇压等等 所以 当一个国民党立委 举着一个布条起的 台湾人的命也是命的时候 哦 这个就翻了 哈哈 大家敏感度还蛮高 对 我想大家就是光是这个照片 大家在那上面留言 几百上百声留言 然后很多分享 都被拿去做梗图 然后大家炒饭 然后很多人就是 用着这个hashtag 台湾人的死命 然后去调侃 中国国民党 说你还敢讲 你也知道台湾人的死命 那现在要给你算账了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 中国国民党在 参与社运 活动的时候 必须要 谦卑面对这些事情 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历史 你对这些社会团体 对这些社会 参与这些运动的时候 你必须要正视 就是说 你曾经长达几十年来 都是站在压迫者的角色 而且其实你到现在还没有 面对正视 正视这件事情 就你还是会 就说妈妈 我如果没有转 那个时候是怎样 不管是党产 或是一些党 那个国家的档案的资料 历史 都没有去 好好去面对 去公开 对 所以 笑 我只是想说 本来要让你讲一下 那天到底有没有发生 什么一些亮点 因为可能有些人 还没有参加过那天的游行 就是一些有趣的状况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他除了反毒株之外 其实他的队伍 分得蛮细的 就是各个不同的议题 不是只有 反来株或是反毒株的 是主走 还有很多死案的 或是前面提到的一些 那叫什么 社子导啊 或是那种 土地争议啊 土地居住争议等等的团队 所以他们都会轮流 就是上台发表自己的 想法跟意见嘛 对 就是你现场都可以看到 然后 我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我觉得我的目光 还是被猪抢走 就是我们 道具猪嘛 道具猪 真的很大的 两 好大 那个什么 气球嘛 两个气球的道具猪 对 然后现场他们有 改编歌词 就是改编两只老虎的歌词 你要唱吗 我本来要叫那个 某某唱 某某爱唱 把那个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改成 美国毒株 美国毒株 快来了 快来了 大家自己唱 哈哈 对 你几乎已经唱出来 因为这个就是 然后 唱一下啊 对 美国毒株 美国毒株 快来了 快来了 好这个帮我们放片头 然后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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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是 就是他们 他们有一些花样 然后还有 你知道张学友的首歌叫做 你好读吗 你说张选还是张学友 张学友 不是张学 糟糕这样会透露年龄 对我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那是 那次游行的主题曲吗 你有发表到这件事吗 你不知道 张学友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没做功课 我没有注意到张学友 抱歉 他们是 就是这次的主题曲 你没回去听 等一下那他这样公播 应该要有版权费 他有没有跟张学友他们讲 可能没有 所以 是检举他们 我还回去听这个歌 我想说 嗯好像还蛮有feu的 那个好久以前了 对不起 这个我倒真的 没有注意到这个亮点 我看我注意到亮点 果然跟不一样 对我们是吃瓜群众 会注意到的亮点 跟真正在意人亮点 是不同的 对其实我们自己 观察到 就是我们现场 特别记得观察到 就是其实真的可以看得出来 呃 支持者的断裂 就是 你说两 两种就是真的就是 他就是完全是 因为 支持国民党 或者说 或者我们讲说 反民进党的人 和运动者 的这个群众的断裂 因为其实 他们这是游行 一开始集合集合在凯盗 就总统府前面嘛 后来是游行绕绕绕绕 绕到民进党党部前面 就是那个也在 总统府附近 台北车站附近 那 他们最后是有去那个 台北车站前面 就是民进党那边 党部前面抗议嘛 那是他们的终点站嘛 对终点站 那 就可以看到就是 我 我是有注意到就是有那个 抗议民党在那边 丢鞋子 然后还有 原本好像有 炸鸡蛋吗 炸鸡蛋吗 对 对 他有丢鞋子 然后这几个群众里面 还有人就穿着那个什么 梅博士 真骗子当总统 你知道就是 假博士系列出现的 就还有硬诊T恤 就是一些比较 我们讲什么 极端 极端 或是比较偏激的 分子 讲分子这样的 的民众啦 对那但是 他们 没有在 他们不是 不是可能就 比较不像是 关心这个社会议题 而走出来 而是 为了 化下 当然我相信 这会让他们心情 也好一点 你知道这让我联想到 那个太阳花 也不是太阳花 那个318运动 系列的时候 的事情 其实有类似情况发生 就是很多 人带着自己的议题 然后就 反正有游行 我就出来 对 而且我听说 那个游行 还有不小心偏离 他们应该要走的 游行的道路 道路 还是说路线 是物理上的路线 还是思想上的路线 可能都有偏离 物理路线 然后还被警察 喊说 你们走 你们这个 你们没有申请哦 不能走过来 我们叫自然溢出 没关系 自然溢出路过 那个没有关系 不过我觉得 这个就是 好 我觉得 怎么讲 这是自然的那样释放 我觉得这样也好 不管是 你支持的是民进党 支持现在是 执政的民进党 或是 你不那么支持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就是其实能够让 民主社会能够让 不同意见的人上街 对啊 表达自己的言论 那 我甚至觉得 丢鸡蛋 丢血什么 其实也都好 因为不会有人 真的因为被鸡蛋砸 就死掉 你看看国外好了 你看国外游行 台湾人游行 已经很可爱了 对啊 你看就是 不要讲香港 我们美国 这一年来 主流的那个BLM 所谓这个叫什么 BLM 中文叫什么 台湾人的命也是命 黑人的命也是命 的那个运动 那其实不管是 正方或反方 他们其实的 对撞是更强烈的 都是会流血的 就是警察的 镇压或是抗议者 反对的抗议者 那个B-10的充足 比我们都还强 那我们最终就是 最多你看丢鞋子丢鸡蛋 然后他们在 那个什么 民进党部 前面那边的围栏 贴了很多那个什么 因为这次他们 有设计一个代表字 就是游行代表字 就是毒 毒 有毒的毒 有毒的毒 你好毒的毒 你好毒的毒 然后就 老播请下你好毒的歌这样 诶 诶 公播 不能下 好后置 对 就就是贴满贴满这样子 对然后就贴在 就贴美国国旗啊 因为就是美豬啊 就再把那个毒贴上去 对 可是说实在 我觉得 我在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我自己又会 想要反问自己说 可能在我心中 我有没有 我对这个议题是 支持还是反对 就是反 反萊豬这个议题 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有 在那个美豬美牛的那集时候 又有聊到 确实 呃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也会很害怕吃到 伤害身 会不会出了事情 对 那这这方面可能在 食物上 食安上 我也是反 食物上 食物就是负德 OKOK 食物上 食安上 食安上是 也是不想要 也是不想要萊豬进来 可是你又 尝试从 另外一个角度切入 例如说台湾的 国际的 声量 局势 外交的角度来讲 你又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 必要的 牺牲 或是妥协 或 因为 其实我觉得是有谈到 像 最近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 反正你们听到一个 那个 所有亚洲很多国家 签了一个协议 叫做RCEP RCEP 有 然后我们没有在 对我们没有在 那个圈圈里面 对不对 所以 其实 那我们也看到有些在野党 就是国民党 可能会骂说 台湾被编文化 都没有加入RCEP 但其实本来加入 这种多边的 贸易的这个协议啊 就是有很多国家 你要同意一些事 对就是彼此要 give and take 就是有得有舍 那 在跟美国谈判的部分 其实就是 像刚刚讲的 美猪跟美牛 那你要放官 那你说 那个东西 比如说加了什么 萊克多巴胺 是不是不好 那我相信 一定是不好 那只是说那个剂量 你 不要太多 不要吃太多 那 正常的摄取的方式 是不会让你出问题的 那还有日本 那就是像 除了RCEP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在谈说 可不可以加入的 叫做CPTPP 就另外一个 立足的这个 萌萌看到我困惑的脸 对对对 马上就是去 帮你解释一下 另外一组 就主要是日本为主啊 然后到美国 可能有没有参加 一样是这个 亚太地区的一个 一个自由贸易协议的 小圈圈 那这个时候 日本可能会想 跟我们谈什么 就是核食 所谓核食啊 就是因为 其实大家如果印象的话 2018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大家投了 十个公投 对不对 其中有一项就是什么 福岛核灾地区 几个县市的食物啊 那进口要 就不能够随便进口 等等之类的 那 其实当然 那个东西 还是有点科学的 的问题 就大家其实去 现在都不能去日本玩了 抱歉 大家回想一下 一年前 我们还可以去日本玩的时候 其实大家常常去那些地方 买一些地方东西吃 然后在那边玩 那你也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回到台湾 也许要说 问你投票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 可能会有 这附近之前有核灾耶 你要不要吃 那个地方的东西 就是 雄雄还是不要好了 所以我们当然会该 感觉这也是双标 对 但是那是个人层面上 但某些程度 我确实是可以理解 就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没关系嘛 出去玩嘛 对 那回来 进来你家的时候 还是不要好了 那他到底 有没有真的受到辐射影响 其实 当然很多政治研究 其实想着 就算有也没有很大啦 那个量 你不会真的造成 身体健康的影响 好 那现在一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参加 这样的一个 国际的组织的话 的一个协议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 开始开放 这个 所谓的 核灾 或是核 核 核灾现实的 食物进口呢 所以 这都是give and take 那 国民党 或是他们常会说 啊塞尔朋友没有加倍别人化 但是他们其实又会反对 要开放 就如果我们加入了 然后 结果我们必须要 例如说 进口核实的 对 那你又吗 又吗 又来吗 那我们不可能都拿嘛 就是只有好的 没有坏的 所以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 大家 也不是说针对国民党啦 就是我觉得大家自己 自己要思考一下 就是本来 这就是在国际谈判上 大家都give and take 我们不可能全部拿好处 当然我觉得必须说 上街抗议 其实是政府 某些程度也是政府的 谈判筹码 嗯 就是对啊 就是没办法 我们民主国家被抗议了嘛 嗯 那我们只好在 我们可能要微调 我们之前的承诺 或是也许没有明确的承诺 但是因为大家的抗议 或是我们民主政府 我们有国会 他们审议出来的标准说 那我进口必须要经过 什么标准什么标准什么标准 嗯 这对民意的压力嘛 如果 谈好 那对方 就是跟对方谈判的 只好 比如说假设美国或日本 好吧 你们这样子 我也只能接受 毕竟你们民主国家嘛 我也不能就是碾压你嘛 对 所以其实某些程度的压力 是让政府 谈判的一个筹码 但是要怎么样做到 就是有压力又不会破局 然后刚刚好 我觉得真的是 全民的智慧 没有办法 全部都只拿好处 没有坏处的 对 要取舍 我觉得是 目前看到的诉求 就是有一种 你都不要进来 就是你只要 就是说yes and no 可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更多是 应该要 一些比较光谱上的讨论 就是如果 它不是一跟零 对对对 它如果 它是连续性的 已经要发生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在国会上 好好的去抵背一下 对 不要只是拿 主出来配格 就是 可能或许 抵背下来 大家会发现 诶 政府根本就没有想清楚 那其实 人民自己就会去 就是 选择到哪个是正确的 对对对 就是会觉得说 啊你真的 根本就没有想清楚 那我们自己就会去骂政府了 对 那不是说 因为现在就是有点 大家就是 直接一或零 有好人坏人 有就是 有进就是坏 然后没有进就是好 这样其实没有帮助事情的 没有真的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 希望国民党不要再被格了 我们好好的在立法院 好好的跟院长总咨询一下 不然我们真的 快结束了是不是 每次发那个猪猪图 现在已经不知道要发什么了 对啊 现在有 没新闻了 现在他们有一只 尤其用的大猪之外 立法院会 那破掉会放弃而已 泄气而已 哦 然后还有两只中的猪 会拿进去异常 还有两三只小的猪 那个是会震动的 对就是各种人生小 大猪中的 又生第三代了 做媒体那种人 其实真的也会累耶 就是每天都只能报这个 就是 我们都想不到 跑政治现在报复都快没了 对啊 就是很重复 希望真的 中国国民党 呃 不要再被格了 我们能够用一些 不同的方式去 监督政府 对 用正当的方式去咨询 我们这次会期是到什么时候 理论上的会期啊 立法院的会期 就跟大学一样 就到年底 到12月31号 嗯 所以他们可以继续闹到年底 对 然后我们就不用 就不用总咨询 对 那其实我说实在 我真的觉得损失的 其实是在业党 那 而且中国国民党 拖着其他在业党 一起没办法咨询 那因为 其实不是只有他 还有 世代力量啊 还有民众党 他们也不是对于这个 呃 来注意提示 是跟民进党一致的意见嘛 所以其实他们可能 有很多很值得问的东西啊 为什么要被这个国民党就 挡掉呢 对 所以这个 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还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于 执政党也是 蛮 就是 缺少 缺少了跟民间沟通的机会 就是民间可能也有很多 想要知道你政府是怎么处理 标志的问题 进口的方式 但我都听不到 对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国民党 给了民进党一个 偷懒的机会吧 对啊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啦 嗯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简单的回顾一下 秋豆 秋豆 发现什么事情 然后也是希望我们 国会可以有 比较多新闻可以 真的 可以 就是不要重复新那么高的新闻 对 我们要正常化 不然我们下礼拜又要头痛 我要做什么题目了 我就每个礼拜一进来想说 噗 噗 我这礼拜到底要 到底要说什么 没错没错 好 那我们这个礼拜聊到的 相关资讯连接呢 都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 然后其实我们都有在 在脸书上update就是最新的国会 那个立院的资讯啊 还有相关的报道新闻等等 最近有什么总编要分享 你觉得 处级不够要冲处级的贴文吗 等一下你没有cue我 马上跟我说这个 不然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做一些 跟国防相关的议题 其实我觉得这期也蛮有趣 因为其实 但是因为大家好像现在 对这个表情不关心 真的吗 没有那么关心 就是因为好像都已经习惯了 就是每天军机绕台 对 但是其实我们最近有做一些 跟那个无人机相关的报道 还是我们下礼拜就 请那个记者再来讲一下 讲无人机 对 因为我们每次他来 我们国防流量就会上升 来我们来听一下无人机 看他还有没有用 还有我们这边 边挤出一些东西 对其实因为 我觉得这真的蛮值得思考 就是因为这跟 美国的政策 广义的对中政策 对台政策也有关系 那 他们在 总统要交接之前 他们有 做了很多军售 或者很多政策的宣布 那这样的政策是不是会延续 因为我卖武器给你之后 我们拿了就拿到了嘛 对 爷爷拿到了 已经签了 所以我们就会 这个等于是会有延续的效果嘛 那 之后会不会再延续呢 那我们现在有这些武器 又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会不会被我嚇阻对岸 这个武力翻台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 后续关心 对 去帮忙关心一下 对 对啊 美国对我们影响很大 你这样让我又突然想要开一个话题 嗯 就是不是有一台神秘的飞机 神秘的飞机 就是外交部一直没有讲说那台美国飞机到底是 有人说是什么少将啊 有人说是什么什么 对很神秘 不行 不能讲 对不能讲 不方便说 就让我知道我也不能说 哎呀 假装好像我知道 下礼拜你们收听或许我们会讲 对我说不定哦 然后请大家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记得要追踪我们卧槽的脸书 IG还有YouTube频道开启小铃铛 然后我们的podcast自己有自己的instagram 叫做watchout.podcast 没错 就是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去留言 去发东西啊 因为有些粉丝会直接分享我们的 呃 视讯我们的大粉专 嗯 然后那个会稍微不直接一点 呵呵呵呵呵 都不直接一点 就微晚一点 呵呵呵 它会过比较多人 呵呵呵呵 然后小粉专就是会直接对到我们 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多跟我们互动啊 会比较快啦 不管是留言啊 或是在applepack podcast上面 就提出你们的评论 想法 对我觉得真的 嗯 嗯 告诉我们我们做得好不好 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一定要把我们节目分享出去 没错 我们已经快干了 什么这样子 怎么可以这样讲 呵呵呵 话题快干了 对 哦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喜欢我们内容的话呢 对 一定要定期定人支持握手做更多更好内容哦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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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